山药的淀粉含量比一般蔬菜普遍要高,所以山药可以作为主食的一部分,而不是只当菜来吃。 有人觉得山药就是土里的根块,不值钱,要补的话也得是人参、眼窝之类的。 但是山药有徐徐调补之功,是其他中药很难达到的。 中医认为山药有补皮肺肾、益气养阴的功效。 现代医学认为其营养价值十分高,里面含有丰富的淀粉酶、脂肪、蛋白质、多种维生素等,具有降血糖血脂、增强免疫力、抗衰老等作用,好处数不胜数。